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近這半年來 幾乎每一次大型遊行之前 警察都會有消息出來 說賭破軍火庫 或者檢獲危險品 這次又是 到底警察怎麼說呢? 又找到什麼呢? 他們說刑事部今早抓了幾個人 懷疑跟近日所謂激進和暴力的犯罪示威行為有關 警察從被捕人口中得知 有人在慈雲山的沙田坳一帶 存放了大量危險而言物品 警察隨後在沙田坳對上的山坡上高 找到六桶懷疑汽油 51個胸的玻璃瓶 警察估計相關原材料可以製造超過100枚汽油彈 相信會在今晚或明天的公眾活動中使用 以引起恐慌和混亂 這真是非常巧合 每次遊行前夕都可以找到東西 這麼巧合 很沒新意 而且他們的案情非常厲害 找到51個瓶 但估計可以製造超過100枚汽油彈 另外那49個瓶在哪裏? 這樣也可以嗎? 你下次不如找到兩把弓 可以射一萬發箭 另外那49個瓶在哪裏? 而且明天的遊行在維園出發 但你在沙田坳的樹 檢獲這堆所謂危險品 根據警察的說法 有機會在明天的公眾活動 即元旦大遊行當中使用 豈不是人家的意思是 那些人將會在沙田坳山坡的樹 運送那堆物料 去到港島區使用 令市民非常疑惑 不如你出來交代這些案情 交代得清楚明白一些 不要說一些不說一些 好像九不答八一樣 這些事情幾乎每一次都有 幾乎每一次都有 了無新意 好了我們又說說另一件事 關於施永青施老闆 他接受港台節目訪問時 當然又踩下黃色經濟圈 就說他是不可行的 而且阻礙到市民的選擇 為何這麼說 他就說他旗下不止一間公司 曾經收到電話 被要求他停止在電視台播放廣告 否則就會有嚴重的後果 但是他又沒有點名 說明是哪間電視台 不知道是不是大台 但是他批評這些 就有關的做法是過分的 另一個嘉賓 阮詠嫻質問他 到底誰先打電話給你 是中央權力還是路人甲 那麼施老闆就沒有回應 這件事就相當奇怪 如果施老闆真的收到這些滋擾電話 我就呼籲施老闆第一時間打電話報警 讓警察來追查這些電話的來源 將那些兇徒成之於法 就不是在電台唸口罔 有人打電話給你 你會令到別人質疑你 到底你說堅定是說樓的 是不是 阮詠嫻質疑 另外他提到 黃色經濟圈帶來的相關行為是不好的 是不可行的 為什麼呢 因為不容易落定義 以及會妨礙他人作出選擇 他舉了一個例子 會令到沒有展示黃店認證貼紙的商戶受壓 這就造成社會氣氛不好 其實施老闆這些原因是多餘 說會妨礙別人選擇感覺受壓 如果本身的店鋪是黃店 根本上他不需要這些黃店認證貼紙 人們都會知道他是 為什麼呢 比如說在Facebook 他就會有相關的立場展示出來 或者在店鋪當中 可能有一塊是畫出來做連儂牆的 給市民去寫東西的 或者甚至乎在那張單上 都寫了香港人反抗等等的字句 或者標語 根本上市民很容易就分辨得到 至於你說覺得受壓那些 肯定他本身是藍店才會覺得受壓 你可以不貼的 不貼這些貼紙完全沒有問題 對不對 或者那些偽王又不想扮王 但是為了利益又扮王 才會覺得受壓 完全理解不了 而且他就說很難下定義 一點也不難下 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正正就是最大公約數 是所有示威者 無論你什麼派別都好 大家都認同了 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這個就是定義 不用下定義 對不對 好了 實情他們怕什麼呢 由那些特區政府的官員 那些親中媒體的社論 那些建制派議員 甚至乎是這些師老闆 這樣就出來 整天就唱衰黃色經濟圈 實情他們就怕那些店舖 真的抵受不住的利益 就由藍轉黃 因為搞得起這些黃色經濟圈 他的服務對象一定是全體的公眾 比如說飲食業 零售業 萬一他真的抵受不住的利益 由藍轉黃 因為那些黃絲比藍絲更多 尤其是你投藍營那些人 有些是坐旅遊巴 那些人不會長期在香港消費 他們如果抵受不住的話 就由藍轉黃 這件事就會使得黃店大行其道 那產生了什麼影響呢 食客或顧客就會受到店裡的文宣 就使得他們的意志更加堅定 對於政府的離心就越來越強烈 有些只是貼了黃店的認證貼紙 裡面什麼文宣什麼都沒有 那只是那張貼紙就夠死了 一走進店舖門口就看到了 對於那些人睹眼睹鼻 還有 這些店舖尤其是茶記 萬一他播放電視台 不再播放紅媒的話 那就會嚴重削弱到大台的傳播能力 因為在一家餐廳裡 如果開著那個電視台是紅媒 那些茶客自不然 就會在那裡吹水打吵架 跟隨著大台所播放的那些片段出來 在那裡亂說的 但是不是的 他轉了台 轉了用另一個角度來報道 真是報道那個事實真相出來 那麼他們吹水打吵架的時候 就要被迫是基於那些事實根據來說的了 這樣就很糟糕了 所以加上在家居來說 比較少人再開這些紅媒出來看 很多人就已經認識 看網媒了 這樣的情況下 當然是沒有運行的 所以他們就非常擔心 這是正常的 所以就不停地撲出來罵 另外有一件事也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有些人 原來就想在黃色經濟圈裡 搞一個大台積 這個大台是做什麼的呢 就是要認證到底哪一間才是黃店 哪一間不是 而且還設立一個所謂的篤灰機制 使得那些人如果發現那間黃店是違規的話 就可以篤灰 然後那間店舖就要出來解釋 如果是不能和解的話 就要放在網路上進行公審 這個平台當然被人罵了七個一皮 其中一間黃店就叫做水門泰式雞飯專門店 他們也出了一個貼文去批評 他們就說到 這些人賺錢好心就走遠一點 你憑什麼去認證呢 你憑什麼去搞批鬥大會呢 起什麼春夜大台呢 整個黃色經濟圈你作主嗎 每間店舖收幾千元之後由你認證 不如我收回你幾千元認證你吧 這場運動的主力就是齊心協力 不分化、不篤灰、不割席 這些APP一來就整個批鬥篤灰機制 這真是活該被人罵了 這件事是有問題的 為什麼不應該在黃色經濟圈剛剛成形的時候 搞這些所謂的大台或者認證機制呢 第一你違反了沒有大台的原則 整個運動由六月開始就堅持沒有大台的 他就想搞那些所謂的黃店約章 是很有問題的 因為目前你寫這所謂的黃店約章 我們就看不到那些條文 但是很肯定一樣東西就是沒有共識的 沒有拿出來討論的 純粹是你自己閉門造居 這些東西就非常有問題了 成為黃店的條件是什麼 就只能夠通過經驗來約定續成 不能夠作出任何硬性的規定 由市民自行來分辨和判斷、定奪 根據他自身的經驗 比如說他走進店裡幫襯的時候 到底那些店員有沒有批評那些示威者 批評那些學生呢 或者在店鋪裡面的布置 是否符合一般人認為黃店的想像呢 這些就已經判辨得到 用不著整個所謂的平台大台出來呢 而且目前這一刻 在這個黃色經濟圈開始發展的時候 根本沒有需要出現一個所謂的嚴正平台 市民本身走到去光顧 他就已經憑著他自身的經驗和智慧 是可以分辨得到的 不需要大家在那裡掠水 每間店鋪收幾千元 真是傻的 第二就是違反了不分化不篤灰不割席的原則 他竟然間是設立一個所謂的篤灰機制 叫人發現所謂的違規就投訴 就要篤灰 而且還想人拿出去公審 這些就是自製分化添煩添亂了 在這個黃色經濟圈的萌芽狀態的時候 你根本就有心是騙殺的 應該是怎樣做的 正如主間男人博叔說的 你就應該海納百川有容乃帝 盡量又怎樣 吸納更多的店鋪 加盟成為黃色經濟圈的一份子 你不需要怕他是偽王或者口王心不王 總之在這個階段 越多的黃店就越好 形成一股風潮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造成一個時勢 最重要是達到一個效果 你只是等到那些藍店沒有人幫襯 其實是想 你又不需要做什麼 你用錢來懲罰黃店就已經搞定了 所以不需要怕魏王或者什麼 就算是魏王也好 只要扮得像就已經達到效果 最重要是面向公眾那一刻 他私底下說什麼鬼子 也沒有人理會 但是當然被人踢爆了 就無可奈何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